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近日公布的多項經濟數據顯示 攬炒這個情況似乎是一法不可收拾 我們首先看看關於旅客的跌幅 根據旅遊發展局的數據顯示 單是11月份 按年跌幅是五成六 只剩下兩百六十萬個旅客來香港 佔了頭十一個月份所減少的旅客人次近一半 即是每天旅客由二十萬人次跌至八萬八千人 最差的兩個星期 就是在示威者佔據中大時 由於東鐵停駛 跌了六成七 但現在的數字似乎回升 因為根據旅遊發展局的總幹事所說 十二月的情況跌幅已經夠十一月放緩 頭十日的旅客數字只是跌一半 即是開始逐步回升 這與港鐵回復正常的通車時間絕對有關係 這個其實我們在月頭的時候都分析過 主要攬炒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港鐵玩消禁 變相消禁 使得旅客和市民出行的不便是引致的 好 我們現在看看數字吧 其實政府經常有人出來恐嚇 說比沙士差差 根本不是 旅客的數字仍然比03年沙士多 是為之多的 說的是絕對的人數 根本上就不像他們形容得那麼差 還有市民在過去幾個月 享受到難得的清淨 因為自由行的旅客大幅減少 但目前大家出街的時候 應該都感受得到 似乎這些人就開始又離開了 我們還可以預計得到 這些人就會比之前狼狗 一落回來的時候 當然馬上就要掃貨 埃連近晚 快要過年了 還不馬上去買年貨嗎 所以香港人真慘 又是要見這些傢伙 接著就講講關於旅法局 宣佈取消除席倒數 他們其實自2012年的時候 就開始搞除席的煙花倒數 今年就首度取消 其實攬炒了 改為一個加強版的幻彩榮香江 沒什麼意思 在那些燈上射來射去 老實說那些示威者 一樣在玩的 在太空館上冠聖伯 這些幻彩榮香江是誰喜歡看的 除了吸引自由行之外 我們本地人有企何看這些 那些活動包括在大廈的頂樓放煙花 還有會展維持倒數中 倒數的節目將會由ViuTV製作 旅法局的總幹事程鼎一就說 倒數的活動 由於牽涉到幾十萬人的人流控制 公眾的安全將會是首要的考慮 因此就改為網上倒數 真是的 亦都會在幻彩榮香江的時段 增設AR的遊戲 即是大家上網按照 讓大家在室內外都可以參與得到 並且有過萬份的獎品給港人抽獎 這件事當然是攬炒了 首先說一下你的考慮公眾安全 取消除夕煙花會演 但大家留意一下 港鐵服務在12月31日將會通宵行駛 但你現在又說取消了這個煙花會演 希望到時就不要這個港鐵又變成運兵車 亦都希望警察要克制 在這個普天同慶的隨即夜 就不要又玩催淚彈放題 現在無厘頭是說 考慮公眾安全取消煙花會演 但你照開車到底是一個什麼預兆呢 我不敢說 但希望大家都要顧著自身的安全 如果真的出去慶祝的時候 或者需要出去倒數的時候 第二件事就是你改為網上倒數 你比亞視還差 亞視都經常重播那些舊片 你不如重播去年的倒數片段算了 什麼叫網上倒數一 凡是那些倒數活動 其實就很講求現場的氛圍 你改為網上倒數 大家對著手機對著電腦屏幕 在那裡叫五四三二一 這個是不是很好笑 我不知為何旅遊發展局 會想得出這些絕招 也不知道說他們離地好 還是說他們騎離好 然後這個取消煙花會演 又某程度上攬炒了飲食業和旅遊業 為什麼呢? 因為旅法局太遲公佈取消 隨夕的煙花倒數 有船務公司說 本來旅遊社已經預訂了五艘船 準備在隨夕夜出海觀賞煙花 因為船上的餐飲也要提前預訂 所以已經在剛過去的星期日 向餐飲公司交足錢 即是別人已經給了錢 誰不知你現在煙花取消 旅遊社又不訂船 餐飲就沒有辦法取消 預計這塊錢就要虧本 預訂了的就不能退回頭 他批評當局 為何不早公佈 起碼要讓業界半個月的時間走賺 這件事反映得到他們多麼僵化 本來這些示威的情況 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到底這個旅法局是否想攬炒呢? 有時候是真的 如果要攬攬炒 一隻手掌哪裏拍得響呢? 只是那些青年 只是那些學生 前線用武派 或者示威人士出來 沒有你港鐵或者這樣的情況來配合 攬炒不來的 我們又說說關於食肆 由於很多維港兩岸的酒店 推出這些隨值的套餐 有些酒店已經說明 到時即使沒有煙花也好 一樣會舉行派對 不撤退款 大家要小心留意 不要亂訂購 最後一件事 這個數據是關於失業率 政府統計處公佈了今年9月至11月的失業率 即是統計數字 失業率上升至3.2% 其中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更加上升至6.2% 是去到八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到底這件事是否和示威活動有關 我不同意 這有兩件事有關 第一是和港鐵限制的開車時間有關 當然現在已經是回復正常通車 因為他們不再搞變相宵禁 知驚知死 所以大家現在出街應該會感受到 那些食店是回復一些人氣的 那些人流似乎是高的 反而不再像10月和11月的時候那麼冷清清 因為當時港鐵就玩變相宵禁 提早就收車 晚上9點又試過 10點又試過 市民其實一落班以後 就傾向趕快回家 避免在港鐵收車以後 都不知道是乘甚麼車回家 當然當時有巴士 但其實市民也是傾向早點回家 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業主不肯減租有關 即是食肆的失業率 為何會升到6.2% 你一般來說 搞一間食店 有幾個固定的開支 成本 第一就是食材 第二就是水電 第三是人工 第四就是舖租 食材你沒辦法 你拖數而已 怎樣都要找數 所以你減的空間是有限的 也沒有怎樣減 水電 政府說有津貼給你 津貼那些 其實就是杯水車身 好了 即是在人工或是舖租下手 舖租那方面 似乎商戶 沒有辦法叫業主減租 業主一於理你也傻 要不就不要租 要不就租給別人 死人也不肯減租 無論是那些普通的街鋪 或者是大商場也好 減租的情況是極少的 大家可以看到 喊破喉嚨 要求減租 也不得搖零 好 這樣的情況下 唯有向人工開刀 人工要怎樣開刀 要是減薪 要是炒人 最後就炒了很多人出來 這就是食肆為了生存 為了渡過難關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但12月來說 攬炒的難度是非常提升的 為甚麼呢? 港鐵回復正常以後 其實攬炒的情況 就是比較舒緩 是緩和了 的確 第四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關於連登仔 繼續提倡攬炒 以及加強黃色經濟圈的建設 為甚麼呢? 就是要停止一切消費 除了黃店之外 或是上亞馬遜的網購之外 這就是他們的觀點 還有他們是甚麼呢? 拒絕一切連銷的活動 包括康文署搞的那些 最近有消息傳出 黃理燒其實也是一個 是兼明 似乎搞手也是有些問題 我只是看連登看到 詳細情形就不說了 反正他們一切連銷活動都說是借絕 這樣就好了 省了 還有他們繼續來做 所謂Window Shopping 我覺得這件事 所有和理非的街坊都可以做得到 門檻是很低的 希望他們的活動 在聖誕街節來說 就可以成功了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